監察院長陳菊 目前有這個脫口罩拍照 那目前指揮中心這邊會不會予以開發 謝謝 就有現在有一些PO出來是沒有戴口罩 第一個接觸時間很短 那第二個我們的規定是要 就是說我們希望在幾個場所裡面是要戴口罩 那沒有的話 盡勸導不聽者 那需要就是說要處分3000到15000 那所以我們也看看那個 像那個長角是在高鐵 那看看旋風高鐵這邊是不是有勸導不聽的情況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沒有進一步的處理的必要 想請教剛剛那個關於這個春酒檢禁 然後其他全台大型活動目前都可以開放 然後再來是關於這個監察院長陳菊 目前有 這個脫口罩拍照 大家目前指揮中心這邊會不會予以開發 謝謝 就兩個大型的活動 我們就本來就是在集會的指引裡面 在目前在這段時間都沒有做特別的限定 就是戴口罩 那必要時候 才可以就是說把口罩移開 做必要的飲水 還有一些必要的飲食 那沒有在吃的時候 就要把口罩戴起來 這規定都沒變 規定沒變 然後第二個就有關於 就有現在有一些PO出來是沒有戴口罩 第一個接觸時間很短 那第二個我們的規定是要 就是說我們希望在幾個場所裡面是要戴口罩 那沒有的話 既勸導不聽者 那需要就是說要處分3000到1萬5 那所以我們會看看那個 像那個場景是在高鐵 那看看區分高鐵這邊是不是有勸導不聽的情況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沒有進一步的處理的必要 那今天我們沒有那個 個案 境外移入跟本土個案都沒有 那但是呢 現在其實整個的疫情仍然是緊張 所以大家都關心在我們的秋冬專案 2月18號之後 我們相關的一些措施有沒有什麼變化 然後跟大家報告 基本上沒有變化 基本上在秋冬專案在3月1號起 他還是持續的照原來量做 換句話說 在邊境的時候還是要有 登記前3日的檢驗的報告 那陰性的報告 那然後呢 在入境還是以就是 居家檢疫的時候是一人 一戶一人 為原則 那沒有的話還是要到防疫旅館 或是安排在集中檢疫所 那在社區戴口罩 仍然八大的這樣的一個場所 仍然是強制要求要戴口罩 那沒有仍然照原來的方式 要做開罰 那另外呢在高鐵上面 基本上大概還是會是戴口罩 那但是我們也開放可以飲食 那沒有吃的時候就盡量要把口罩戴起來 那至於相關的一些採檢通報 我們持續加強 有在擴大採檢的部分 有任何的症狀 在醫師的專業人員的 判斷之下 就可以通報採檢 好 那以上我們就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那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並且按讚 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